欢迎回到台湾大搜索 距离2016年总统大选 只剩10个月 民进党推出了候选人 党主席蔡英文 夹着高人气 与去年九合一盛选的气势 支持度水涨船高 1月林瑞图特别请人 算了蔡英文的命盘 直言这回蔡主席走的是郑官运 躺着血都会中 这是真的吗 蔡英文父亲蔡杰森 在新店深山的墓园 被风水师视为是一块宝地 而屏东风党的祖坟 被称为是龙穴 可具有帝王像 但是蔡英文在上届总统大选落败 这回在祖先的拼音之下 是否能黑金载棋 耐入趣味 蔡英文父亲来了 蔡英文父亲 感谢来宾 这是我们游戏以来最好的成绩 生生易举功 主席蔡英文带领民进党 拿下去年九合一选举胜利 加着胜选气势与超高人气 蔡英文要迈向2016总统之路 每人也希望有机会带领这个国家 除了选前布局就绪 先人的避应也早就ing 爸爸蔡杰森生生钱给了女儿 最有力的后盾 千平墓园就在新北石新店 青潭的深山中 位居山头居高临下 这是蔡杰森的场面之地 前面有一个凸那个叫做光 这边这个凸叫做印 叫做说光印 第一个有句话说 春秋忘掉岩家材富兰冠 这个是花年贵 风水好还特别望女 四年多前蔡杰森的 这块宝地首度曝光 当时正值2012总统大选的 选前一年 风水师直言 又驻蔡英文更上层楼 跪地还蛮有霸王之气的跪地 是这么说的 我觉得蔡英文的政治前途 应该是不错的 这条鱼在这边 水塔在上面 就是说把这个水的气 刚好记忆在这里 就是具材 带财还带官 光蔡杰森的墓穴 就占了200坪 上面是蔡家后代将要存放的灵箍塔 右边还有两坪造景 左边还有供供石雕神龙的龙王庙 没想到这积穴被当时的台北县政府盯上 因为超过法定的墓园面积 8平方公尺 遭罚456万 蔡老先生往的时候 他就藏在那里 那里本 那边是进藏区 所以他们那时候 他也是好像有交代的 就是说宁愿被罚款 也罚了1000多万 像这个他也是不是还是一样 藏在那里 因为那块地是属于溶穴 生前就知道可能埃罚也不改风水 就是希望能忘子孙后代 他联市慢慢高的时候 在慢慢高的时候 他就为了他的资金 他很相信这个风水之所 他就是去那个 叫做新店市 大概在他大概60岁左右 就已经去买了 就已经购买那块地 他的对面 刚好是王永庆他的老家 不是混 王永庆的老家 那边是烟穴 所以蔡杰森他对这风水 他在生前的时候 他已经把这个稍微施做了 施做那时候叫做医官种 前面他就稍微挖一个小池塘 会那么相信风水 就是因为蔡杰森 造年在北部发迹时 传出也是得到祖贤必应 位在屏东攻港的蔡杰森 也是风水师眼中的聚财宝地 那当时他那个祖坟的力量 只能讲说是一个富贵 只能成为富豪的一个祖坟封锁 但其实原本的蔡杰森 只是个默默无闻开汽车修理厂的黑手 说他将来会富有 连老家的朋友都不相信 他有一次来住我家的旅社的时候 以前三十四之九岁 爸爸熟了 他回家住上去 他回家是 刚才中间有一个秀名是什么 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 对啦 洪宝 这个大宅王 没有啦 他现在转车到没钱 改善了 现在做港而已 六十岁 都六十岁开始就完了 那这个汽车修理厂呢 他都是专门就是跟美军 那时候刚好在协访台湾 美军所有在台湾的车辆 包括越南战争 我们那个越南战争的时候 很多车辆交回来 都是因为他在做维修保养 没想到修车让他修出第一桶金 之后转投资房地产成功致富 是巧合还是祖坟的风水 成了默默支撑他的力量呢 其实早在那个蔡杰森过世之前 那其实蔡杰森他就已经知道说 蔡英文他是有总统命的 然后所以他们家族就在 那个蔡杰森过世一年多之后 他们就回去修祖坟 当时外传蔡家花了上千万大兴土木 还盖了这长100公尺的勾曲 堪称九区护城河 由此一说 是要替2012选总统的蔡英文加持 这就是地理上所讲的龙草细水线 九区护城河 抵意外伍 OK啊 所以是最好的地理 谁会在这边管扰啊 所以他的民调一直冲起来啊 台北屏东南北祖坟相呼应 蔡英文当时的全国纪权总部成立 也找来风水师一看究竟 今天两次叫这三星前来恐惧 先车队天临队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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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 蔡英文气势似乎也跟着风声水起 但三分天做着七分苦打拼 靠天天不灵 无奈最后还是输了 那蔡英文的事他在当年啊 就是跟马英雄在选了2010年的时候 那时候他的运 并没有办法盖过马英雄 虽然他有这个已经具备的 像有这个祖先给他的价值 已经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这样可以当打位者 蔡英文2016董山再起 这回的运势看过命盘的人说 不同反向 因为他现在是什么 你从他的命盘上来看 他现在是什么 正观正硬 正种正观正硬 虽然他有劫财但是不要紧 因为选举都要花费很多钱 并盘抢上祖坟风水 让武党及议员相当看好 你也知道每次选举 都有人在谈这个 像譬如谁家的祖坟被破坏了 谁家的祖坟被破坏了 就是我们不能讲 祖坟被怎么破坏 所以说为什么人家要破他的风水 这个我们已经有限期有 现在进不去了 为什么是他 是在那里有人在 会有破坏 宣前的敏感时刻 实际走一趟墓园 过真有人上前关切 主席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那祖坟的由来好不好 这个简单讲一下 坟没有违法的问题嘛 这个跟我们解释一下 挡住镜头收起笑容 甚至在节目上也哽咽 度说委屈 很久不敢去跟他们是因为 这个是我们给我爸爸办的 最后一件事情 我妈将来也要在这里 小英差点在镜头前窥题 但有人大胆预测 这回他靠的不是祖坚帮忙 而是靠自己的运势 推上王位 这个选举投票就是在 2016年的1月16号前 他谈的选他那位文章 蔡英文是文章选 整个他那个市 已经就是 到法医的天红的状态 也就是说 若在意这个日期之前 蔡英文走得股市正观 而是偏观应 胜不胜得了还有变数 但就那么刚好 公布的选举日 是2016年的1月16号 真的是文章的吗 台湾史上第一位女总统 嗡咽 嗡咽 来年揭晓